我是流落在外的真千锦 认亲那天 豪门长子义愤填膺 你回来不就是为了钱 我扔了一把十克拉的钻石 一长串的黑卡 手拿一叠房产本 啊 你说啥 假千金明朝暗讽 听说你在农村长大 一定没坐过飞机吧 我坐在私人火箭上 摇起花手 啊 你说的对 我都坐火箭 我拎着帆布包 盯着面前 这个从豪车上走下来 神色巨傲的男人 系统自动介绍 豪门千金副本已开启 炫富挑战开始 来吧 展示 眼前就位是你的亲哥哥 林家长子 林婷 男人一只手臂搭在豪车上 一手扶着自己的墨镜 鼻孔朝天 一言不发 从下车就保持这样的姿势 我想 他大概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但我的沉默显然让他有些生气 他终于撑不住了 摘下墨镜盯着我 喂 你没看到我吗 打招呼都不会 哥哥 我飞扑上去 到 我太感动了 你的鼻孔都是爱我的形状 我知道那是你为我准备的惊喜 颤抖 又很快冷着脸告诉我 不管你是从哪找到我们家的 我只认一个妹妹 林月威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休想占了她的位置 我乖巧点头 对对对 她一拳打在棉花上 看着我 欲言又止 算了 先上车吧 我带你回去 我跟着走过去 看着那车没动 她笑了 没见过这么好的车吧 这可是搞马七戏 落地两百多万了 话音刚落 她转头 瞬间哑火 骄傲的笑容凝至在嘴边 我坐在我的劳斯莱斯幻影里 看出头 一场大戏 这是谁的车 你才多大 这么虚荣 是谁送给你的 你 你是不是 大柱 大哥 我没被包养 没骗保险 没去从事不正当行业 这是我自己买的 你还不肯说实话 你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车 你大学的时候还是贫困生吧 就算再穷 你也不能怒入企图啊 她强硬地拉我下车 你不能这种样子 出现在爸妈面前 妈心脏不好 她知道了你做这种事情 会气死的 我扣不得已坐上了林婷的车 她一直黑着脸 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复杂 她组织好了好一会语言 终于说到 我知道 你回来是为了钱 我轻咳一声 从包里抓出一把钻石扔着玩 五日阳光的照射下 那一闪而过的绚丽光芒 有着不一样的光彩 林婷瞪大了眼睛 猛踩住刹车 一串黑卡在惯性作用下 从我的包里飞了出来 拉出长长的一串 从各大银行 到各种奢侈品店的VIP卡 吃穿住行 应有尽有 林婷倒吸了一口冷气 钻紧了方向盘 我将卡依依地收回去 露出在帆布包里 整齐排列塞的 鼓鼓囊囊的一落子房产症 故作苦恼 哎呀 塞不下了 早知道今天不买这么多套了 林婷的手微微颤抖 嘴唇紧抿 怎么了 哥哥 你怎么停下了 我们不是回家吗 林婷的表情出现了些许的迷茫 掐了一下自己 随即启动了车子 她没有再说话 我却保持好奇 哥哥 你刚才说什么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抱 没什么 我抱着我的帆布包 安静地坐着 等我的炫富奖励积分到账 经过前期的炫富 我的账户里已经积累了用不完的钱 每天的利息都多到我头头 因此系统贴心地将本次挑战的奖励 换成了积分 可以用来兑换系统商城里的物品 由于刚才只对林婷炫了一波 奖励并不多 但我不急 听说林家人挺多的 到了地方 没人出来迎接我 我跟着林婷进了别墅 站在门口 静静地打量着 呵 乡下人 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别墅吧 你眼睛都看直了 女孩子踩着高跟鞋 趾高气扬地走过来 眼里戴着深切的笔 你就是哥哥从乡下带回来的土包子吗 你居然穿着化仙的衣服 难道不会过敏吗 这个满身名牌 带满了首饰的是林家最小的女儿 林婷听着乡下人 我只有林月一个姐姐 你休想基于她的位置 我盯着她 忽然笑起来 好迷你的房子 我好喜欢 这样打扫起来一定很轻松吧 都不用专门请几个保姆和园兵了呢 我太喜欢这里了 哦 这个小花园好可爱 那我晚饭后散步 就不会迷路了呢 我欣喜得在院子里逛一圈 你在说什么疯话 你一个贫困户 乡下瓦房你都住不起 说这种大话 林心气笑了 而刚才经历了一波心理摧残的林婷 并不想说话 直接进屋去掉其他人了 林家爸妈 还有那个假千金终于出现了 他们把林月护在中间 保护的姿势很明显 林一真 虽然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但林月是我们养大的 这么多年 也算是我们家人 你既然回来了 那就和平相处 绝非要欺负林月 我连连点头 对每个人都是标准的假笑 在我进门之前 这家人便给我打了预防针 林月是个很火的流量小花 以豪门千金的人设出道 在圈内颇有人气 而林家为了她接了一档 家庭观察类的节目 说来也巧 正是因为这个节目 我才有机会进入林家 起初是林月的母亲 因为出众的样貌 和气质上热搜 而这个时候 有人把我的照片 挂在了评论区 因为我们长得太像了 比林月更像她的女儿 我顺势找到了林家 一纸鉴定 真相大白 可为了维持林月的人设 林家只对外宣称 我是流落在外的女儿 把我安排成了姐姐 并未戳破林月假千金的身份 只是直播时 我不免也会出镜 所以我必须配合她们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热门综艺啊 那得有多少人看啊 看的人越多 我炫富得到的奖励积分就越多 想想就心动了 一家人的第一顿晚饭 诡异的要命 到处都是摄像机在拍 她们一片和谐 只有我被冷落在外 林月非常的贴心 时不时的都要捎带我一句 姐姐 你受苦了 听说你大学的时候 打好几份工 靠着助学金才把学上玩 天天去食堂吃免费饭 我知道 她们在接我回来之前 都调查过我 知道我的养父母条件并不好 尤其是在养父去世后 我差点因为没钱上不了大学 但这似乎并没有成为 她们联系我的理由 反而成了彰显林月人设 带来热度的话题 她家里一块牛排放在我的碗里 姐姐 你多吃点 想吃多少有多少 家里不会再热着你了 系统实实帮我转播弹幕 林月果然是很火 弹幕都被她的粉丝包园 满屏彩虹屁 林月姐姐真的人美心善 对这个刚找回来的姐姐也好好哦 林月太美了吧 真的是小仙女 为啥我觉得她那个姐姐更好看啊 楼上眼瞎嘛 那个扎马尾的土包子 怎么跟林月大美女比啊 是她亲姐姐吗 怎么这么大了才找回来 是小时候弄丢了 林月以前采访的时候 从来没提过呀 谁知道呢 还是前阵子网上闹大了才找回来的 说是小时候被人犯子拐走了 才找回来 不过怎么都感觉 她还是像外人 跟家里其他人格格不入矮 不会是私生女吧 亲女儿丢了找回来 应该很高兴才对吧 这家人的态度很诡异 怀疑你是私生女嘉一 不会是为了跟月月 正家产才回来的吧 我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 弹幕里已经挠补出了一场豪门大戏 而林月还在继续她的表演 姐姐 妈妈都说下个月要包一架私人飞机 带我们出去玩 你到时候也快吧 我大口咬着牛排连连点头 可以 姐姐 你慢点吃 别也着了 以前住在乡下 没见过飞机吧 你不要担心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一起 都会陪着你的 我抬头 啊 对对对 我没坐过飞机 都坐火箭 哼 零星吃笑一声 到 你见过火箭吗 你不信 我喝了一口饮料 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离开了餐厅 身后是林月悲伤的声音 姐姐 你怎么走了 爸妈 我刚才是不是说的话 让姐姐伤心了 不管你的事 这孩子怎么自尊心那么强 说一句就要走 林婷 你快去拦着她 她追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坐上了提前接我的转车 扬长而去 这姐姐也太没礼貌了吧 戳中她的痛点了 直接甩脸子就走 刚才月月给她加菜 她也不说谢谢 果然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没教养 楼上的 乡下人怎么你了 我们月月好可怜 那么照顾姐姐 结果被这么甩脸子 月月月都委屈哭了 好可怜 不想看那个姐姐 节目组能不能不要让她入境啊 之前几期的时候 氛围多好啊 加一 拒绝那个私生影入境 等一下 是我眼花了吗 林月的姐姐开直播来 她说要去做火箭 疯了吧 怀疑这姐的精神状态 任务开始了 在这个全新的副本里 我仍旧需要更多的关注度 来得到更多的炫富积分 换取我想要的东西 现在就是我直播的时间 直播间里 有顺着综艺直播来的观众 当然满屏都是骂我的 但是谁在乎呢 骂吧 骂吧 多来点热度骂死我吧 林家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我烦了 直接给他们发了直播的链接曲 我正坐在火箭里 摇着花手 对着屏幕前向 没错 我是乡下人 没坐过飞机 哦 对对对 我一直都坐火箭 林星 现在相信了吗 我不仅摸过火箭 还能在里面打滚360多 从火箭出现开始的那一刻 弹幕里出现了诡异的安静 骂声停止了 变成了满屏的感叹号和问号 现在的博主都这么拼吗 直播做火箭 嗯 这什么呀 林月的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奇猛了 火箭人看到有人直播在火箭上摇花手 这是林月的姐姐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居然火箭也有私人的 这得有多少钱啊 居然是个信号 关注了 火箭都做得起的人 到底是谁那么严厉 嘲笑他呀 刚才骂他的人脸疼不 再有钱 也是林月家的钱吧 他也太张扬了 以前穷疯了吧 刚回到有钱父母的身边 就这么炫 看看林月多低调 楼上不要太离婆 林月这富家千金人设还低调 他恨不得把有钱写脸上吧 第一次直播炫富 我就直接流量爆棚 登上了热搜房 神秘富佛 大秀私人火箭 背景曝光 竟是当红小花 失散多年亲姐姐 人人都在好奇我的身份 我借着林月的热度 迎娶了一波关注度 本次炫富积分奖一番倍 我却好奇 林家那五口人是什么反应 我一直没回林家 直到第二次录节目的时候 我才接了林月的电话 姐姐 你怎么没回家 林星他年纪小 心直口快 他不是有意让你伤心的 我替他道歉 你回来吧 爸妈都很担心你 他语气诚恳 我却知道 他叫我回去 不过是为了节目的热度 上一期直播 我的讨论度甚至超过了他 要想在综艺里挣眼球 就得抓住热点 看着满屏都在刷 我见姐姐在哪 节目组自然强烈要求我出镜 我在自己家呢 想叫我回去 就到这来当面道歉 请我回去 不一会儿 林家人带着一群工作人员 真的到我的住处来了 站在园林一般精致的院子里 平台楼阁 红墙绿瓦 这个仿造故宫一比一把造的屋子 显然让他们有些茫然 他们齐刷刷的看向我 眼神已经很不对劲 弹幕已经封了 这什么呀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拥有故宫一样的家呀 啊 我是大学生 给我住屋子 殿下 姐姐 求你了 给我间房 我愿意近身去伺候 能让我住进去 半间房我都可以啊 等等 难道这房子也是林家给姐姐买的吗 为什么看着不像啊 不会吧 林家真有钱自己还住那小别墅 明显是这姐自己的房子啊 林家之前的别墅我以为很自豪了 看到姐姐这个皇宫 我才知道什么是豪宅 林月之前总是在微博发别墅的照片炫耀 如果他家能买得起这种房子 早就铺天盖地的营销了吧 看着直播里疯狂地讨温度 我非常欣慰 看来今天的炫富积分也能赚得盆满满了 我心情不错 乐呵呵地走上去 怎么都站在这迎接我 真是太客气了 我和他们握了手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别客气 就当自己家一样 可以随便逛逛 这 这是你的房子 林星还是一副接受不了的表情 此刻他应该明白了 我在他们家门口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 是啊 我的乡下土房子 没有你们家的别墅小巧可爱 是大了些 我知道 这么大你们肯定住不惯 等会儿吃完饭就送你们回小家去 林星的脸已经涨红了 想反驳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珍珍啊 你这是什么话 咱们一家人 什么你家我家的 爸爸称怪道 打亮着这套房子的眼神里 闪着兴奋的光 我知道 林家也就看着风光 实际上早走下破路了 要不然怎么着急 借着林月的热度 来给自家公司破路呢 原来房子是姐姐自己的呀 林月林星两姐妹 一直笑人家是乡下来的 这下脸打肿了吧 什么姿势做梦 才能像姐姐这样年纪轻轻拥有皇宫 楼上 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大的房子 房子里的摆建 都是真古董爱 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林星和林月怎么都不说话了 林月快给姐姐加菜呀 之前林月的粉丝 还说姐姐是私生女 来征家产的 拜托 姐姐这财力需要征吗 林月的粉丝和人在弹幕上疯狂私逼 越是观看人数越高 我的奖励积分成倍数增长 心情愉悦 林月却不太高兴 这综艺的初衷 就是捧她和林家的 但现在讨论的焦点 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她怎么能甘心 中途导播叫她出去了一会儿 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回来之后 林月就一直往我身边贴 好像跟我很亲密似的 姐姐 你真的好厉害 你刚上大学的时候 连学费都交不起 这才几年 就挣到这么多钱 姐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我好好奇哦 似乎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五个人盯着我的目光 格外复杂 一天208万吧 只需要瞪眼皱眉尖叫 还会羡慕别人来钱快吗 我看着她笑道 林月脸色微变 到前她就因为天价片酬 被这样戏称 又常因为五官乱飞的 拉垮演技被群嘲 所以她在圈子里混这么久 还只是个没有作品 傍身的流量小花 姐姐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只是担心你太辛苦 林月摆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没错 确实辛苦 凌晨到两点 做夜场酒保 两点到四点送牛奶 四点到六点写小说 六点到七点送报纸 八点到十二点打工班专 十二点到十四点送外卖 十四点到十七点打工班专 十七点到二十点饭店洗碗 二十点到二十三点摆摊卖烧烤 二十三点到凌晨代价 然后把挣的钱存起来 买基金 买股票 买彩票 林月的表情出现了片刻的空白 姐姐是怎么做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你这样我很容易当真的 亏我还做了笔记 越听越离谱 这姐是不是故意转的话题啊 她好像不是很愿意说这些钱她怎么挣的 是不是这钱来路不干净呢 有什么不能说的 她还故意嘲讽自己妹妹 月月对她这么好 她居然恩将仇报 我们月月的演技明明在进步好吗 还有208那个都是谣言 根本没有实锤啊 这一期直播带来的收益比上一次更加可观 网上对我的评价好坏参半 而我乐呵呵的看着积分上涨 考虑着兑换点什么比较好 林家人不止一次旁敲侧击的 想打听我搞钱的途径 还有我手上到底多少资产 相比于第一次见面的书里 现在的林家爸妈有些太热络了 三天两头往我住处跑 言语中竟是想要一家人搬过来住的意思 你一个女孩子住这么大的房子多冷清 你多年不在爸妈身边 我们也心疼你 你住不惯我们呢 不如我们搬过来 一家人就应该住一起 和和美美的多好 不用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占林月的位置 同样的 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占了我的东西 我不喜欢弯弯绕绕的 直接明说 爸爸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尴尬的解释 当初带你回家 那些话你可能误会了 真真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将来你嫁人了 我们是你的依靠 见我不为所动 他叹了一口气 丢下一句 你以后就会明白的 第三次直播 爸爸因为要谈一个重要的项目 所以准备迎合对面老板的喜好 去买一幅字画 把我跟林月一块带上了 爸爸一直念叨着那位林董 如何如何厉害 他的手上掌握着 最先进的飞行器技术 据说这只是他名下产业的一部分 真实的产业数量是很惊人的 而且都是没有人能竞争的高尖领域 那可是一片蓝海啊 只不过能区分那块蛋糕的人 实在是少之又少 他看向我 看寻的意味明显 真真 这个项目对爸爸很重要 你一定要帮帮爸爸 我挑眉 真好奇 如果他知道自己费尽心思 想讨好的那位林董就是我 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我俩现在就是话题中心 节目组恨不得摄像机掌握我们身上 林月现在也是急于找场子 想来也是知道爸爸这次来上买字画 提前做了功课的 时不时点评上两句 表现得很专业的样子 弹幕里清一色的都是林月粉丝的彩虹屁 林月见我一直不说话 便凑过来 姐姐 我看你喜欢中式园林 屋子里也挂了字画 一定很有研究吧 我摇摇头 其实我不太懂这些 就是觉得好看 姐姐 你太谦虚了 林月的脸上掩不住的得意之色 看到一幅字画都要点评一番 爸爸挑中了两幅 要在其中选一幅出来 林月凑上去 指着左边那幅仙鹤颜年图 爸爸买这个吧 这个应该是真迹 他随即说了一堆品鉴之词 头头是道 我都要被他说服了 然而爸爸却转头看向了我 林真 你觉得呢 我呵呵一笑 两都别买 都是假的 林月愣住了 姐姐 你不是不懂这些吗 这可不行开玩笑乱说 我没乱说 这俩都是假的 因为真迹都在我家 一时间周围陷入诡异的安静 爸爸请了俩专家来看 最终确定那两幅字画 确实都是假的 另外买了一幅字画回家 林月没再展示 他出众的鉴赏能力 薄红的脸颊还带着一怒 弹幕已经吵风了 林月的粉丝还在竭力晚尊 无奈吃瓜群众太过庞大 笑死了 林月面前装逼的我差点就信了 结果差点让他爸花200万 买了一幅艳体 复活姐姐说两幅画的真迹 都在他家的时候 林月还有那个店主的脸色 好精彩啊 笑容突然消失 为什么林爸不见了 姐姐也没录下半场啊 刚刚不是解释了吗 林爸去见大客户去了 有项目要谈吧 姐姐说有事 可是他自己开了直播间 怎么回事 跟林月闹翻了 我说 这姐真的借着林月的热度 一炮而哄来 他直播间已经百万粉丝了都 我开了直播后 不少综艺直播的粉都跑我这来了 姐姐 让我看看你究竟收藏了多少字画宝贝 大家看 今天有个项目要谈 不是退出综艺了 不是陪爸爸一块去 是我自己的项目 我当然在工作了 不然天天在家花钱也很无聊的 哈哈哈哈 我不好装 外面的门也敲响了 林董 您好 我是今天预约了来谈项目的 弹幕变成了满屏问号 等等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吧 没有记错的话 林爸这个点也说去见客户了 不会这么抓马吧 说话间 秘书已经带着人进来了 林董 您好 我是 他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我只扫了一眼弹幕 就摆了摆手 包子们 我的客人到了 我要下坡了 林爸好像还流缓过来 脸色有些怪 你 林董 这么惊讶呀 爸爸 我看见他捧着的字画 也不跟他客气 直接拿了过来 破费了 谢谢呀 我很喜欢 未来科技是你的产业 当然 可是我花了好多积分对话来的 那 那我 闺女 你知道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能不能 嘿嘿 关照一下咱家 说什么关照不关照的 爸爸 礼物留下 至于项目 招标材料拿来 等团队评估后会给你结果 爸爸有些不高兴 这还评估什么样 女儿 咱们一家人 你胳膊肘不会往外拐吧 我笑了一下 拉开身后的高柜子 笔面整整齐齐摆放着的 都是合作伙伴送来的东西 不好意思啊 爸爸 他们给的太多了 爸爸是黑着脸走的 然而我们这段抓码的会面 已经在网上传风了 互联网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消息近乎透明 好奇的网友一巴 很快就巴出了这家公司的信息 我发誓 我真是只是好奇 去搜了一下 结果受到了暴击 怪不得林八 要带两百万的字画去巴结 未来科技的市值是超万一爱 他们家的OS 是打破欧美垄断的国内第一家 多少企业 挤破了头球合作来着 这姐真的越巴越牛皮 我服了 对此我也毫不扭泥 直接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一时间热度暴涨 反而林月没了什么讨论度 我知道她一定很着急 所以活动频繁 参加了好几个公益活动 捐款上百万 她的粉丝争相转发 我们粉丝一起 那才是真正应该红的人 这姐要不是蹭着 月月的热度起来 谁认识她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位富婆姐姐不需要林月 红也是迟早的事 林月分明就是想拿姐姐 当自己的对照组 结果自己成了对照组吧 这场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 小黑子们试图去扒我的黑料 结果扒出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看我扒到什么 林真28岁 那不是跟林月一样大吗 而且出生日期都一样 跟林家对外宣称的信息 一点都不一样 这不对劲啊 大胆猜测一下 这会不会是什么豪门秘心 私生女 林真和林妈长得那么像 就算是私生女也不是她吧 难道你们没觉得林月和林爸林妈都不像吗 别太离谱 小说看多了吧你们 林月和她爸妈关系那么好 怎么可能是假千金呢 人家又不傻 不是自己的女儿还会养吗 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各种离谱的猜测越来越多 林家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我知道他们不愿意得罪我 但是见我这讨不到什么好 自然也舍不得丢了林月那块肉 所以只能模棱两可 林月的工作室连发两条公告 甚至晒出了律师函 也没能平息这场真假千金猜测的风波 却把最后一次直播的热度带上至高点 在镜头面前 他们还是努力的想要营造出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景象 但是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林爸还对我把项目给了别人心里耿耿无怀 林月更是对我充满了敌意 只能维持职业假效 相比于其他家庭 氛围格外诡异 最后一期 节目组让三组家庭都聚在了一起 共同筹办了一次慈善晚会 由明星家庭捐出东西 拍卖得到的费用 最后会捐给X病患者的基金会 其他两组家庭捐出的东西 大多是一些有经验意义的 下面拍卖的不少都是粉丝来的 给出的价格也很给力 林月看着我 笑着问 姐姐 你打算捐什么东西 怎么没看到你带过来 不好拿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很明白林月想要扳回一城的心 毕竟在公益这方面 她的粉丝早已把她吹上了天 这次她也是很有心地 捐出了全场最贵的一样东西 这个是我18岁的时候 爸爸送给我的水晶鞋 上面镶嵌是天然的粉色和白色水晶 爸爸说 她希望我做一个小公主一样 能够无忧无虑被她捧在手心里长大 这个水晶鞋我一直珍藏着 现在我28岁了 我和爸爸说 我不想做小公主 我要做女王 这个水晶鞋我捐出去 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像我一样 拥有这样好的爸爸妈妈 还有兄弟姐妹 健康平安快乐地长大 林月说完之后 就扑向了林爸林妈的怀里 他们一家人抱在一起 热泪盈眶 我坐在旁边啃着西瓜 到底是谁造谣说林月是假千金呢 都瞎了吗 林家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妹妹都很宠她 他们就是一家人 好感动 月月爸妈真好啊 只有这样的家庭 才能养出月月这样又美又善良的天使 好了好了 彩虹屁又开始了 我直接让系统自动停滴了这些 林真是什么表情啊 她很嫉妒林月吧 一脸冷漠的样子 月月捐出来的水晶鞋上百万了吧 她真的很有心在做公益哎 那位有钱天天炫富的姐 怎么没见她带东西来 不会一毛不拔吧 管她带什么 都比不上月月 水晶鞋已经天花板了好吗 林月的水晶鞋 以三百万的成交额被拍卖了出去 下一秒 主持人就看向了我 那么 林月的姐姐 你今天捐出的拍卖品是 我两手空空的站起来 众人都疑惑的盯着我 我今天没带拍卖品 下面的窃窃私语声 顿时大了起来 不过 我有直接捐给病人的东西 我名下的生物科技公司半年前 成功的研发出了 针对X病毒干预治疗的特效药 并且于今日已经最后一期的临床评价 预计今年下半年将投入使用 X病患者日益增多 且逐渐年轻化 给很多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所以 今天我坐在这里宣布 捐出这款特效药 面向所有的患者 实际上 在得知这个募捐拍卖会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应该带点什么 钱固然是病人需要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呢 直到我在系统的积分商城里 发现了这款药物 毫不犹豫地用了一半的积分兑换了出来 我想 对于病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健康的活下去更重要的了 我说完之后 全场安静 主持人都有些愣然 感谢林真为我们带来的这项特殊的捐赠品 我想 这个消息足以让每个X病患者振奋 这份特殊的礼物实在是太珍贵了 个人神色不一 台下掌声雷动 牛啊 我已经没有形容词了 谁来管他呀 这么有钱还叫牛皮 X病那可是绝症来 这要能挣天价 可人家眼都不眨一下 直接捐了 这姐是来拯救世界的吗 我乃就是X病趋势的 这姐要是早几年出现就好了 林月的粉丝 我说你们惹她干什么 给人低的开大了吧 海水晶鞋是天花板 跟救命要比起来 还有话说吗 我宣布姐姐封神 这种炫富麻烦多来点好吗 直播还没结束 这次就标上榜一了 我的积分花花上涨 正的分竟然比这次兑换药花掉的更多 效果异常的好 直播一结束 林月就黑着脸走了 这个节目结束 林家与我本来就不多的联系几乎断了 除了林爸 偶尔还试图劝说 我把手上的事业交给林婷来接手 美其林月为我分担 我直接就拒绝了 我不图林家的任何一点东西 但别人也休想占我的便宜 我依旧偶尔靠直播炫一下富 他们好像很好奇 我炫富的天花板到底在什么地方 姐姐 救命要咱都捐了 什么时候给捐个航空母舰之类的 我算了一下兑换核心技术的积分 回复道 哈哈哈哈 也不是不可以 给我一点时间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第一 旁门千金副本体验时间一到期 是否选择留在该副本 倒计时已开启 全输完